你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发达了 会选择我身后的哪一台 劳斯莱斯呢 我肯定选这个啊 小镜头亮 你见过这个车 有几个是自己开的 自己选 肯定选这种大的SUV嘛 你就是当司机的秘密 再说到会不会开啊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如何开这台库里南 劳斯的钥匙 放裤腰带上才够显眼 来 好大的门把手 车门够不着怎么办 别慌 找下电动按钮 在这里 哇 关上了 翻盘盘好大 定速巡航 车道保持 音量键 镀个四条 好亮 可以当镜子 你别笑 上空台这么多 密密麻麻的按键 这个是控制整个界面的 底盘升降 还是360度环影 劳斯的配置就是高 就是高 这里是空调开关 下面是温度调节 哇 没有具体显示的 难道劳斯的车主 全凭体感来吹空调的吗 看看劳斯有没有杯架 好 在这里 走错了 再来 在这里 保温杯里面放枸杞 往这一放 多养生啊 这里还有一个时钟 是提醒副驾驶的小姐姐 约会不要迟到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空电了 不在右手边 在这里 在这里 哇 直接发动了啊 舌干的发动机 好不好听 这根细细长长的呢 是档位 晚上是前进档 晚上是倒车档 一按是P档 是不是跟你们家的奔驰一模一样 啊 前按点赞 与你相伴 点关注 不迷路 来吧 看都没有 来吧 欢迎订阅